姓袁的袁 征服的征 袁征 对 孟欣 我听说小慧去找过你 这事是我没处理好 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日后当面赔罪 袁征 行 就这么多 没了 好 走吧 袁总 设计院的专家 在接待室等您 好 走吧 你真是个可怜的女人 也许你从来没有 领略过真正的爱 所以你无法体会我的感受 孟欣 咱们走吧 打电话 喂 齐总 我是小叶 我想确认一下 你订的去旧金山的机票 是三张吗 你问一下袁总 我问过了 总经理说订机票的事暂缓 那他还说什么 就说了这么一句 是秘书转告的 好吧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我学历的画面 我记得 这就像我画面 在这一件事情 我记得他 都认为 我拥有的 就这么办吧 到时候我们陪专家到实地走走 您去吧 谢谢 袁总 休假的事情 你想暂缓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手头一大堆事 要去你跟孩子去吧 请问公司有一大堆什么样子的事情 要急着处理 你是副总 你能不知道 恐怕你最多的是放不下孟兴吧 你们竟然一直在用短信联系 说什么对不起 你不用向我道歉 你把那张照片撕了吧 你为什么要看我的短信 本事你别让我看见 小燕 去旧金山的机票就盯一张 说什么你一个人去 那孩子怎么办 不是还有你的吗 你就不能冷静一点 我今天比任何事不都冷静 你说 难道我不应该向孟兴道歉吗 这种事在电话里又说不清 你要相信我 我跟孟兴之间 没有什么见得人的事情 我可以相信你 可是我一想到你抱着我的时候 心里想的都是孟兴 我就不和阿威 你凭什么这么想啊 你要我怎么想 你要我怎么想 你敢说你不爱他吗 看了吧袁正 你不会撒谎 你哪怕撒谎让我高兴一下 你都不会 我现在总算明白一个道理 我就是用我全部的生命 我都换不来你对我的爱 我都换不来你对我的爱 你听我 听我给你 冷静点还听我说行吗 没有儿子听你说什么 我累了 小慧 我向你保证 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出现了 你永远都会用这一句话来躺扫我 伪君子 你就是个伪君子 过来 你的心轻点 你不见我 你太多了 刚才我搞了 你坐在廚